顶级兵王退役后成为网约车司机 结果这天他却接到了一位断片的实习生 此时的实习生脸色无比痛苦 衣服十分凌乱 身体更是不停地颤抖 而送他上车的老板在给完小费后 毫不在意地就离开了 身为兵王的黑哥看不下去了 在把实习生送到医院后 黑哥就返回找到了老板 原来老板和他的富二代朋友 不仅一起凌辱了实习生还拍下了视频 黑哥让男人交出手机和相机 男人听到这话笑了 接着男人一声不吭地就走向了门口 而黑哥趁机观察起了房间 啤酒 不明药物 致命武器洗衣粉 随后男人反锁房门 黑哥淡定地按下即时期 看向即将作死的男人 没一会儿这群富二代就全被干趴下了 黑哥结束到即时一共29秒 此时老板已经被吓破了 黑哥拍了拍他的小脸 告诉他赶紧自首 并给我五星好评 老板连忙答应 黑哥在掰断他的左手后 就离开了这里 回到车中 黑哥就收到了老板的五星好评和16块钱车费 可就在黑哥打算继续享受隐姓埋名带来的安宁生活时 黑哥唯一的朋友 上级帮黑哥搜集情报的政府高官苏姐 却要出事了 此时苏姐正在国外出差 在调查一位特工离奇自杀的案件 可当苏姐来到当地豪华酒店准备休息时 突然两名暴徒出现 他们什么话也没说 直接就发动了袭击 苏姐想反抗 可他根本不是两位暴徒的对手 很快黑哥就收到了苏姐的噩耗 苏姐竟然死了 瞬间黑哥脸上的笑容就消失了 黑哥这下再也坐不住了 赶到苏姐家中 苏姐的老公白叔 就把苏姐当时的随身物品交给了黑哥 随后白叔告诉黑哥 当地警方宣称这是一起酒店抢劫案 可白叔清楚苏姐身上根本没有贵重物品 这其中肯定另有隐情 回去后黑哥就查看起了当时的监控 另一边杀害苏姐的两名暴徒 此时正在家中蹦迪 结果下一秒音响突然爆炸 杀害苏姐的两名暴徒就这样死了 这下黑哥更加确认事情不简单 为了调查真相 黑哥决定重出江湖 第二天 黑哥就找到了他曾经的搭档小帅 小帅正是这次保护苏姐出差的特工 而小帅看见黑哥后无比震惊 因为苏姐为了帮助黑哥隐退 曾为黑哥举办过葬礼 所有人都以为黑哥已经死去 现在黑哥想要找出杀害苏姐的真凶 小帅也很主动地决定帮助黑哥 很快黑哥就有了重大进展 黑哥发现苏姐出差调查的特工 自杀案件有问题 那位特工不是自杀而是他杀 苏姐一定是发现这一点 从而引来了杀生之祸 马上黑哥就把这个线索告诉了小帅 希望小帅能紧早破案 而黑哥又开始了上班 结果这次黑哥却接到了位很奇怪的乘客 果然下一秒乘客就拔出了刀 而黑哥一个飘逸直接打断了乘客的动作 随后两人在车中开始了活动 剑刀不管用乘客又掏出了一把手枪 结果黑哥一个刹车 乘客就把枪送到了黑哥面前 紧接着黑哥再度利用飘逸的惯性 彻底把乘客带到了面前 黑哥十分流畅地就赶了乘客 晚上黑哥从乘客的手机中 竟找到了份死亡名单 而这次针对自己的暗杀 也马上让黑哥意识到了问题 第二天 黑哥来到小帅家中 随后黑哥就拨打了乘客手机中的一组号码 果然下一秒小帅的手机竟响了 没错小帅就是所有案件的元凶 这下小帅也不装了 原来这一切都是因为黑哥炸死三个月后 政府要解散他们的团队 为了维持生活开销 小帅就带着团队里的战友接起了私单 当上了自由杀手 可谁想到小帅这次进意外杀了自己人 小帅想把他伪装成自杀 可最终还是被苏姐发现 小帅无奈只好灭口 得知团队中的战友全都参与其中 黑哥无比愤怒 此时黑哥曾经的战友都已经来到了门外 而黑哥却对他们下达了战书 此时毫不知情的小帅老婆 正打算带着孩子去上补习班 黑哥趁机抱起小帅的孩子就离开了这里 一场大战也从此刻正式开始 很快小帅就带人赶到了黑哥的住址 但此时的黑哥并不在家中 结果这是一个电话赶来 竟是黑哥的邻居 现在他正在黑哥的家中帮忙修墙 黑哥傻了 你小子不要命了 此时小帅的进入 让街道的狗不停地开水 这马上引起了黑哥和邻居的注意 邻居很快就看到有人送披萨 但这当然是来杀黑哥的战友大胡子 黑哥连忙停车提醒邻居危险 此时小帅两人已经进入公寓 邻居这时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此时小帅已经来到门口 并开始了撬锁 黑哥连忙指挥邻居 快去自己的卧室 来到书架面前 在黑哥的指挥中 邻居成功地找到按钮 此时小帅已经打开房门 邻居连忙按下按钮 书架后面的暗室开启 邻居顺利躲进了暗室 此时小帅也来到房间中 而邻居已经被这个暗室惊呆了 里面竟还有军装 邻居不禁好奇起了黑哥的身份 结果就在这时大胡子突然出现 并直勾勾地看向了邻居 邻居被吓坏了 黑哥让邻居别担心那是双面镜 他看不见你 而此时小帅也察觉到了镜子的异常 拿起灯光就照了起来 很快他就发现了这是双面镜 于是他直接就把手枪对准了镜子 也就在关键时刻 突然小帅的电话响起 没错正是黑哥打来的电话 这瞬间让小帅明白 黑哥不在家中 于是他们马上就放弃了搜查 离开了这里 邻居看见后总算送了一口气 随后他也打算离开这里 可他刚走到门口 打开房门 结果下一秒大胡子就出现了 小帅也从背后把枪对准了邻居 另一边黑哥来到了他退役前的老家 此时小镇上龙卷风肆虐 所有居民已经撤离 这无疑是一处绝佳的战斗地理 果然小帅和他的战友文哲卫 马上就跟了管 很快他们就开始大规模地搜寻起了小镇 小帅更是在高点架起了枪 但黑哥当然准备好了一切 大胡子很快就发现了黑哥 结果黑哥一枪直接就赶了大胡子 另一边一名战友 突然发现墙上被贴满了苏姐的照片 黑哥趁机拿着小刀就冲了出来 随后一套流利的小镇招下去 又一名战友被解决 紧接着黑哥来到烘焙房 在割开几袋面粉后 黑哥就打开了风扇 随后黑哥看向屋外 看见有人接近黑哥放心了 战友通过地上的血迹 马上确认了黑哥就在里面 于是战友踹开房门 就扔进一颗手榴弹 而黑哥随之离开 下一秒剧烈地爆炸传来 小帅最后一位战友就这样隔壁 此时小帅也终于发现了黑哥 可恶劣的环境根本无法让小帅瞄准 小帅这下急眼了 于是小帅直接把枪对准了一辆车的后备箱 里面装着的正是黑哥的邻居 也就在小帅准备开枪时 黑哥提前一步打爆轮胎 顺利让小帅射天 紧接着黑哥就冲向了小帅 小帅见状直接起身寻找黑哥 可下一秒他就被荣橘风吹倒 后脑勺着地让小帅暂时失去了行动能力 等小帅再站起来 黑哥就已经来到身边 两人很快开始了激战 但小帅当然不是黑哥的对手 没一会儿黑哥就戳瞎了小帅的一只眼睛 从此小帅彻底陷入了下风 这时黑哥拿起地上的匕首 开始了他最后的绝杀 接着黑哥一脚就把小帅踢下了高塔 下面汹涌的海浪瞬间就吞噬了小帅的尸体 随后邻居顺利被救出 回到自己的海警房老家 邻居不禁发问你到底是何方神圣 但黑哥明显不想多说 只见房间中有一张黑哥穿军装的结婚帐 而黑哥的妻子却早已死去 黑哥无比落寞地就坐到了一旁 和邻居一起欣赏起了外面的狂风暴雨 故事的最后黑哥就只剩下一人 孤独地欣赏着海景 而他身后的两把椅子 却从来没有动过